很多人喜歡裝飾綠液放在家中 又擔心照顧植物很麻煩 哈囉大家好 我是晃晃老師吳鳳凰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 我一頭再見了黏土手作的世界中 不管是綠液盎然的植物 還是剛出爐的蓬鬆麵包 我都可以透過雙手捏索出來 所以藉由這次線上課程的機會 我會教大家用冷池黏土創作 做出許多凝蒸生動的官葉植物 冷池黏土的特性是自然風乾後 黏土會變得光滑細膩 呈現磁器般的細緻質感 我會在課程中一步步引導大家認識這個材料 學會工具應用以及上色技巧 而接下來的練習 則為大家準備了 從入門到進階的五種植物實作 你可以在原葉三烏龜 學會葉模拖映的技巧 或是在半葉龜背玉練習混合 雙色黏土的運用 除了這些基礎外 也會進階像黏土包梗 葉脈繪製 即如何做出洞洞龜背玉的窗孔 如何繪製各種採葉玉的特殊色彩 等等技法 我為各位準備了非常豐富的專業技巧 用簡單易學的手法 讓你也能用冷瓷黏土一步步捏述出 泥蒸的植栽樣貌 透過我多年的教學經驗 相信你在這裡一定可以輕鬆體驗到 冷瓷黏土手作的樂趣 我是晃晃老師吳鳳凰 非常歡迎大家跟著我 一起做出不用澆水也能深意盎然的 超人氣官業植物